大家好 天氣熱呼呼 戶外活動 防曬跟補充水分 尤其禮拜五要到了 有些朋友可能開始要南來北往 你往北走真的要注意 好熱 真的好熱 怎麼熱法 來看一下側站的溫度 你就知道 第一個最高溫在哪裡 在新北 新北的板橋側站 中午測到了36.9度的高溫 但台北市也在36.8 你有沒有看到 再高一點點就到37 所以這個溫度 其實已經比一些朋友的體溫 還要再高了 記得多補充水分 再來基隆的溫度 到了36.6度的高溫 但是你注意 台北往西北方走就會到淡水 可是淡水在海邊 淡水的溫度就不一樣 它跟盆地裡面不同了 35.5度 這跟36.8相較之下 可是差了1.3度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也到了35.5 就在彰化的田中了 高溫的天氣持續到下禮拜一 所以你還要忍耐3天的時間 到了下週二開始高壓減弱 大家最高興的午後震雨 要開始在下週二以後 漸漸的要出現了 不過明天禮拜五 我現在要提醒大家風浪的部分 先注意到 你會想說太平洋高壓籠罩 不是好天氣嗎 的確好天氣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這個風場資料 有沒有看到 這是高壓的氣流場 高壓的氣流場 但這高壓的氣流場 在過來的時候 台灣海峽西南方這邊的風力 是浪高小於1公尺 但是在台灣東南方海面 這樣藍雨綠島 就是到了2公尺的浪高 西北方的海面到3公尺浪高 你問我說奇怪 不是穩定的天氣嗎 其實最重要這個就是因為 地形作用所產生的風力的效應 使得這些地方的風浪比較偏大 海邊活動要注意了 那高壓在哪裡 高壓就在我們台灣的東方的海面 一直延伸到我們台灣的上空 目前看來在5 6日這三天來說 都是高溫而炎熱 什麼時候會退呢 目前看來要退縮的時間 要到下週二了 下個禮拜二高壓退了以後 我們的午後真雨狀況 才會再度增多 所以你明天出去遊玩 開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山區紫外線牆 海邊的風浪 東西北方海邊風浪大 藍雨的風浪有時候略大 浮潛要注意 還有玩風浪板也要特別注意 還有中南部海域雖然風浪小 但是海邊活動要特別注意 地形地貌不了解 不要貿然跳下去 要不然會有危險性 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 晚上溫度還算舒服 不過已經快天亮 才會到這個溫度 現在目前像晚上 台北還都在30度 白天高溫36 7度 台北盆地仍然溫度最高 中部地區下午山區 有午後的雲層發展 還不會下 南部地區就是天氣晴朗 東半部地區陽光牆 里外出活動 紫外線會10分鐘就會曬上 外島地區也都是晴朗天氣 小叮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外出活動要防晒 中午炎熱多好